尼巴嫩南部边界爆炸声不断 这一刻以色列正式宣布 对尼巴嫩展开地面进攻 CNN记者从北部边界听见火炮声音 以色列国防军随后曝光 第98师军队诊装出发画面 以色列战车陆续朝尼巴嫩移动 不过以色列声称只是有限度进攻 不会长期占领 以离地面战的同时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突然向伊朗人温情喊话 要伊朗人不要再被神棍欺骗 免得像其他傀儡一样一一被消灭 为了狙杀真主党领袖 以军使用重打2000磅的联合 直接攻击弹药穿透躲藏的碉堡 不过今天传出纳斯拉勒可能在爆炸后 吸入过多的毒气窒息丧命 由伊朗撑腰的叶门胡塞组织 宣称极落一架美军MQ-94生无人机 前一天以色列才千里迢迢轰轰炸2000公里外的叶门 攻击胡塞控制的电厂和港口设施 别新闻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